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李希 男 六岁 在和小朋友玩耍时 有小朋友对他说 你看你那小眼睛 像颗黄豆粒 哎呀 你是怎么长的呢 你看你爸妈都是大眼睛 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小眼睛的人呢 你该不会是捡来的吧 李希听了小伙伴的嘲笑后 很气恼 也很纳闷 于是回家哭诉说 小朋友嫌他眼睛小 嘲笑他 还怀疑他不是爸妈亲生的 李希的爸妈盲劝慰他说 眼睛小 聚光 眼睛大小 均不影响一个人的成就 有很多小眼睛的人 都还是伟人呢 你肯定是爸妈亲生的 如若不信 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听了爸妈的话 李希有所安慰 还很惊讶地说 还能做亲子鉴定啊 那什么叫亲子呢 亲子即亲子关系 亲为父母 子为子女 亲子关系是亲子制度的核心要素 亲子制度则是婚姻家庭制度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亲子间的法律地位 及其权利义务关系 构成亲子法的主要内容 依据婚姻法规定 亲子关系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学亲的亲子关系 包括婚生的亲子关系 和非婚生的亲子关系 二是拟质学亲的亲子关系 包括养亲子关系 和有抚养教育关系的 继亲子关系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 给亲子关系带来了冲击与挑战 如何规制人工生育的亲子关系 则是婚姻家庭法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本讲将关注亲子关系的界定 亲子关系的效率 亲子关系的保护 亲子关系的延展 在传统的婚姻家庭法中 亲子关系 通常指父母与婚生子女的关系 伴随亲子观念的更新与改革 一些国家同时规定了 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权益救济措施 极致21世纪前后 一些国家和地区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与情怀 不再把子女区分为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 而是一律称为子女 我国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 规定了父母与子女关系 具体包括 掌握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法律界定 对正确处理亲子关系具有伦理意义和法律意义 我们先关注父母与婚生子女 婚生子女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受胎或出生的子女 二是婚生子女的确认 婚生子女的确认 包括婚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 一是婚生子女的推定 婚生子女的推定 是指对子女的婚生性合法性的法律认定 从传统亲子关系的认定来看 婚生子女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该子女 因为具有合法配偶身份的男女所生 二是该子女的血缘 来自具有合法配偶身份的男女双方 三是该子女出生于合法的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二是婚生子女的否认 婚生子女的否认 是指对婚生子女推定的限制制度 即当事人享有否认婚生子女 为自己亲生子女的诉讼请求权制度 简称否认权 关于婚生子女的否认制度 各国和各地区的立法往往不同 具体立法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 否认权主体 关于否认权主体主要有三类立法 一是只有丈夫享有否认权 二是丈夫和子女享有否认权 三是夫 妻 子女或检察官均享有否认权 第二 否认理由 关于否认理由 各国法律大多规定 妻非淫妇的行为而受胎 包括夫妻于受胎期间 无同居的事实 夫为性无能 无法使妻受孕 上述理由均足以否认子女的婚生性 第三 否认权的时效限制 关于否认权的时效限制 各国法律规定的时间不同 第四 否认权的效力 关于否认之诉的效力 各国立法基本一致 即否认之诉 虚经法院判决胜诉后 该子女才丧失 婚生子女的身份 从而成为非婚生子女 但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 任何人不得主张 该子女为非婚生子女 各国法律均规定 在下述情况发生时 婚生子女否认权消灭 一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二是子女死亡 三是夫承认 或同意认定子女为婚生子女 三是我国婚生子女推定 和否认制度的司法实践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 婚生子女的推定 与否认问题 婚言法司法解释三 第二条做出解释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 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又拒绝做亲子坚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 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又拒绝做亲子坚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 主张成立 这一司法解释 对解决亲子关系的 推定与否认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有助于解决夫妻矛盾 与亲子关系纠纷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